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在我開始講之前 讓我來舒展一下 哇齁! yes! 我跟你講我真的非常感謝我們的博欣 為什麼呢 因為他跟我講說 我告訴你海底 我真的把你排最後是壓軸 但是我發現你脫了 根本就是用年紀下去排 我告訴大家 張綠就是1988年生 我1984我贏你 好的 嗯 像剛剛對博欣有講到 就是我很特別的地方就說 啊我其實跟外面有一點點關係 Anderson跟你有一點關係的 我們在他們的隔壁 我們叫做九合公關 九合公關基本上其實開滿久 大概開了四年左右 算是蠻成功的 然後他的老闆 也是跟富大迪老闆一樣 是林鴻泉先生 那這九合公關是他的老婆 就是鍾怡邁小姐 都來開的 那這個呢 我覺得九合公關還蠻好玩的 然後自從我進了公關界之後 每個人都會跟我說 欸公關是不是只要你有創意 就可以做假 是個很有趣的工作 我不知道真的裡面有沒有大家想 未來想要進廣告 就比如代理商界或是公關界 我今天一定要告訴大家 你們都錯了 公關界不是你們想的那樣子 對 好的今天我今天要晚 並不是要告訴大家 公關有多厲害 或是公關有多差勁 我今天要來告訴大家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不管你未來做什麼事情 一定要記得曾經有個偉人說過的話 自己的故事 自己寫自己的人生地創造 那我來告訴大家這位委員是誰 那個就是我 為什麼會跟大家這樣講呢 因為我會覺得 我今年就是跟大家講 我1984的時候 我今年剛好30歲 然後呢 所以你知道我過了30個年頭 我會覺得說其實 在我看來這30年不同的人生 會覺得 每個人真的就很像一本書 那書裡面的那個作者就是你自己 你每一天做下來的事情 都會被寫進這本書裡面 可不可以來這本書 你再回去翻 就像翻日記一樣 你會發現啊 好理會 嘎嘎 你那天有發生這件事 不然你未來還真的不知道 怎麼去handle 原來 好可不可以我們繼續往下走 好的 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走跳人生不打緊話 經驗學習才重要 為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我很特別 就是我並不是相關可喜比 我其實曾經有像各位 大家就你知道高材生 我是復興美工畢業的 復興美工在我那個年代 會進復興美工都是因為 你知道就成績比較不太好 你知道就 國營書常常不及格 對類似上這樣子 可是 我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 我很會謊話 所以我那時候呢 不顧爸媽人的背棄 我就印象跟我爸媽人 我不管 我就要進復興美工 雖然說被我爸罵到你不行 就覺得好 以後你這個美工都出來 跟你講後沒有人要 我告訴你 都最有準確當街頭藝人 殊不知街頭藝人 你是個發展 對不對 所以總之我進了復興美工 然後我是美工科的電會組畢業的 電會組其實當時在 就是復興美工很屌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其實 3D動畫 還沒有照這麼的盛行 我們那時候還麻煩的 我們那時候最厲害的 應該就是康斯坦丁 就是基諾裡會 也沒有康斯坦丁 然後我個人覺得很帥厲害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就進了電會組 電會組畢業 我必須很優秀跟大家講 我們那是當時 電會組第一名畢業 那我們就很開心 大家想說 我們要參加新一代設計展 大家應該都找美工科 或是設計系 最期待的就是參加新一代設計展 可是好死不死 那一年好像是1912年 發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導致我們困境 為什麼呢 因為那一點是SARS 大家知道SARS嗎 好沒關係 你可以拿去 我先不好意思 吃我的困境 你們年紀還小 當時你們應該在國小 總之就發生了SARS這些事情 導致我不能盡 就是 現在設計展有點傷心 傷心歸傷心嘛 對不對 因為為什麼會當時想說 新一代設計展 是因為那時候 其中很多業界會去 新一代設計展挑人 然後那時候其實去挑人 就會把整個team挑起來 那我就等於說 好吧 一定會想說 應該會有別的公司來挑我 想說沒關係 自己的人生自己創造 所以我想說好 我要來考個大學好了 可是殊不知 我那時候就成績不是很好 然後我就去重考一年 所以我花了一年的時間去 你知道就是 南洋街補習 然後最後就是想說 我要開始進大學 我想說我不行 我要愛護我爸媽的經濟能力 所以如果不是國立的 我不念 可是因為大家 我不知道就是 我是科 我是高職畢業的 高職畢業之後 要進科大其實是 非常非常少國立科大 然後唯一就是 耶我終於進來了 對就是國立武衛科技大學 那因為我原本念的是電會主 所以我進去念的是多媒體設計系 兩個其實有點不一樣 多媒體設計系是什麼意思 多媒體設計系是比如說 你會學到電影 你會學到網站架設 你會學到比如說人類心理 就是基本上 你這吉利八糟的球 都擠在裡面就對了 然後其實還算蠻好玩的 然後這一次我也很開心 就終於有進了 新一代設計仔 花了四年的時間 然後我們那時候 得了特殊獎 就是第四名 然後也還蠻開心的 好 anyway 重點不是我得獎的過程 重點是我要告訴大家 其實我這輩子沒有想過 我會念研究所 那為什麼會去念研究所 也是一個蠻神奇的事情 就是因為我的鄰居 住在我們家隔壁 他有一天突然間跟我講說 欸 我跟你講 我很想要去DC 就是去看我女朋友 可是我爸媽拍我去也怎麼辦 因為他也是個媽寶 就是我爸媽拍我去 可是我媽媽說 一定要你跟我去中心山 我才能過去 然後就因為這樣 我就默默跟他去 我真的覺得很好欸 anyway 總之就因為這樣 我就申請了 中心山藝術大學 然後因為我以前念的 不是都跟電影 比較有相關嗎 所以我想說好 我既然會念了電會組 然後加上我又會念多媒體 所以我就決定說 我來念一下 你們的電影特效系好了 所以其實我那時候 剛進舊金山的時候 是念電影特效 就是動畫特效系 我大概念了一年吧 我突然間發現 這好像不是我要的 因為電影特效 意思就是 自己一個人對著一台Mac 然後很認真地把爆破做出來 就覺得自己很帥 蹦蹦蹦蹦蹦 可是你自己看到 可以都看不見這樣子 我覺得說這不是我要的 因為畢竟我這麼的活潑外向 我想要跟人群接觸啊 那這時候可以怎麼辦呢 同時間我想說 隔壁好像有個叫做實驗電影系 我想說好 我要來轉戲 我就真的很認真的 就是drop掉我那一年的學分 我就重新又開始 進了MPT的電影系 可是我很開心進電影系 原因是因為我發現 自從我進了電影系 這世界上再也沒有爛電影 只有拍不好的電影 跟沒有剪輯好的電影 這是我對電影系的一種很感謝的心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拍電影其實並不是一個人能夠做到的 拍電影一定需要的team 就像未來不管是創業也好 你進公司也好 事情不會只有你一個人完成 除非你是公家機關 除非你是就是標準的上班族 那種就國家政府系列的 那不然的話基本上你進了一般的公司 一定都是一個team跟著你一起做 不然你一個人做是非常辛苦的 那我也是進了電影系之後 才發現原來每個人做的特長其實不一樣 大家雖然都是電影系 可是有人是導演分析 有人是腳本分析 像我的話是剪輯分析 所以一部電影真的要完成 你需要非常非常多的同學 跟你一起去完成一個大作品 那很酷的地方是說 好後來我的MP就是畢業之後呢 我就到了大陸 為什麼到大陸呢 其實那時候是因為鄭州 有人知道鄭州在哪裡嗎 So sweet 在哪 YES 沒錯 對 鄭州就是河北首都 就像北京在河北首都不一樣 所以基本上呢 我就到了鄭州 鄭州有個還蠻有名的 攝影公司叫做中原攝影公司 它在鄭州是真的很大 就像你現在看到7-11那種 就是你知道 就是統一企業 它就是有點像是鄭州統一企業 它非常的大 那我進去 那時候為什麼會進去 就是因為他們的總經理由自看到我的影片之後 他覺得我拍的動畫很酷 然後他就是來聯絡我說 欸就是我們公司現在有職缺 問你要不要來 我就說好啊 那是什麼樣的職缺呢 我也很好奇 他說我想要請你來鄭州拍兒童電影 其實其實在對岸就是大陸 兒童市場是非常非常大市場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們就獨子化了 基本上就生一個 所以他們就是六個人會養一個小孩 所以其實那市場是非常的大的 那那時候呢 兒童這一塊呢 我就被請去 請去之後呢 發現喔 不只電影拍得好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很大的特徵就是 我還會規劃活動相關系 那我們的董事長就覺得說 欸其實你這個特長還滿厲害的 欸 然後那時候我就不小心的 又被調到去做兒童部的企劃總監這樣子 但是其實還蠻好玩的 然後我覺得在大陸工作跟台灣很多很不一樣的地方 我等一下再跟你們講 然後後來呢 重點是我就回來了 回到台灣之後呢 就進了九個公關公司 就部分行銷 然後基本上我也覺得是還蠻好玩的一份工作 可是他其實有很多不同的 你知道嗎 有光亮的營業就會有黑暗的移民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到底差別在那邊 我要跟剛剛講說 為什麼人生不能埋伏 時間分擁有時的原因 是因為 其實公關公司跟創業沒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又似乎有一點點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創業是自己一個人 獨立去完成很多不同的分項 自己把這間公司撐起來 可是公關公司比較像是 我協助你把這個案子完成 我協助你把這間公司撐起來 有點類似像這樣子的狀態 但是事情也沒有到很少 未來如果你們想要進公關 或者是代理商的話 一定要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我看了這麼多人 我覺得不管是成功的案件也好 成功的一間公司也好 成功的一間活動也好 他一定要有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事情一定要有萬全之準備 什麼叫萬全之準備 很多人都覺得說創業 只要我有錢 我現在準備好錢了 我有夢想 我知道我要做什麼 我就可以開起來 那你不錯了 拜託好不好 沒有說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開公司 或者是說自己獨立去完成一件事情 其實背後是有非常多 就是心情類似的 因為他一個人要去負擔很多的事情 比如說現實面 你有沒有人馬 你以後來你的東西要找誰去買 你有沒有這個路徑 如果你沒有的話 我會覺得說 那你要不要再做更多的準備 把人覺得賣你的機到了之後 你再來做創業這件事情 那還有一個就是 事前準備還有一個重要就是 市場一定要做分析 你的這個東西 你自己覺得很好 那別人呢 別人有沒有覺得這東西很好 不然他賣不賣你出去 這個也很重要 然後還有就是態度跟努力 事情 大家常常講就是你知道 人生嘛 就是十之八九 都會有不如意的時候 沒有錯 創業更重要 創業更像是這樣子 創業真的是很容易 就常常需要碰壁 就像剛剛張宇哥說 他可能去敲社團的門 但是最後人剛剛講說 掛著我現在是在忙 一樣的道理 不見得每件事情都很順遂 那基本上你去敲十間門 有五千回你 我已經覺得你很厲害了 就是說你很厲害 運氣也很好 其實可能是真的很棒 但基本上在創業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常常會遇到碰壁這件事情 那這時候態度變得很重要 你要放棄嗎 所以就卡在這邊你要放棄嗎 錢都花下去你要放棄嗎 大家不能放棄啊對不對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努力 什麼呢 為什麼會特別把努力寫出來的原因 是因為很多事情 別人可能不加班 就比如說你自我來問你自己要床也好了 老闆永遠是第一個到店裡面 最後一個走的 基本上真的是這樣子 因為他要很清楚知道這間店裡面所有的運作的狀況 然後他也要最後一個走為什麼 因為他要知道今天的營業額是多少 他今天就是碰到所有事情 如果今天假設你開餐廳 有客人客訴 你應該要怎麼去處理 今天的菜色不好 那你是不是要換 他必要他必須要在很緊急的狀態之下 去下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 所以我會覺得不管是說一個成功的案件也好 或者是你需要創業也好 這些東西都非常之重要 最重要就是事前準備 然後加上你的夢想 因為畢竟還是有目標 加上你的夢想 態度努力 運氣跟經驗 那為什麼會很特別的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我覺得我之前原本是拍電影的 但是後來進了公關界之後 卻做的這麼的好的原因 是因為我很感謝我進了電影系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一部動畫 跟幫大家完成一個成功的案件其實是一樣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就像是拍電影一樣 你需要有導演 你需要有編劇 你要出品 就是要贊助你這個金融的人 你要有製片去幫你策劃這所有的東西 而且你還需要策劃 去幫你推上你的產品 這些東西都非常的重要 只是說公關有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一個人要做這麼多的事情 才能夠完成一件案子 所以其實公關並不是說 只要你有活力 你有創意 什麼事情都可以去完成 並沒有 因為現實上面還是會有很多不一樣 比如說你覺得這個案子很酷 你想到了一個很棒的點子 你很想要客戶來收就是買它 可是客戶可能會告訴你說 不好意思我原本跟你說 有一百萬的預算 但是因為我們內部討論之後 只剩八十萬 那你就發現說 啊原來每一天都在做變化 每天都變得不一樣 可是在中間就變得很好玩 是因為你的反應要很快 你要很機靈 當發生一件事情之後 你要馬上去想第二件事情 怎麼樣去做一個VTRAN 這是我覺得很酷的地方 這讓我想到我以前拍電影的時候 我其實後來回台灣之後 我有進葛納蘭影片公司 有人知道葛納蘭嗎 他其實曾經是台灣前三大的影片公司 藍月是第一名 然後葛納蘭 然後我們那時候去拍Hibi的廣告 那時候還有出Note3 然後我們去幫Hibi拍廣告 然後可能就是一個瞬間 導演突然間說 啊Hibi的手不行 我們現在要另外嗎 然後找另外一個人 因為Hibi的手比較 然後他就說 對不起你Hibi 就他的手比較短 就是你知道不像那種漂亮的手 他就稍微比較短一點 所以導演可能就立馬拍 你說不行 這個他的手不能用 現在立馬伸出來另外一個人的手 傻眼從哪裡伸啊 到底從哪裡伸 對不對 然後就只能開始看 就是裡面工作人員 誰的手長得比較漂亮的 但是當然就必須得說 當然是由我來擔任這樣的角色 不是我愛講我的手 這真的蠻美的 對 所以從此以後呢 我就成了Hibi的那種手藉身 欸我是說真的 你們就看到什麼 然後你知道什麼是我的 對 總之就會類似像這樣 就你要非常的機靈 而且就是你要趕快跟 導演講說 啊導演我們現在想到 另外一個方法是 什麼樣的方法 我要立刻去做處理 那因為你知道就女生愛漂亮 都有擦到指甲的習慣 所以你要密碼衝去買去光水 把自己的指甲卸掉 然後密碼買隔離霜 把自己手擦掉 就是你要很快的迅速 去完成這件事情 因為導演這個角色 就像是你外的客戶 客戶是要告訴你說 我現在就要 你就要在下班之前 想辦法生出來 因為你可以加班 但是客戶他不想要加班 所以你就要在那個時間之內 去把他的東西生出來 好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大家講就是 不管是說 你們未來怎麼會做畢業之作 或是寫論文 或是說進公司裡面去工作 或是自己出來創業啊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每天都有新鮮事 要訓練自己的抗壓性 為什麼會講說要訓練自己的抗壓性 因為相信我平常一定會謝謝他 我必須講就是 就像我剛剛說的 很多事情都不會像你想像中的 這麼的順遂 像我有 我覺得我已經算是很樂觀的人 你知道嗎 就是 可是有時候就是客戶 或者是你的老闆 會對你向下施壓的時候 你真的會想像 做爆他的臉 對 可是你知道就不能真的打他 因為就是你知道 就是他出錢 就是請你來幫他工作 對 所以這種時候你就要非常用正面 跟樂觀的方式去解解自己的壓力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樂觀積極跟冷靜 像很多時候 常常要告訴大家就是 別人在亂的時候 你都不能亂 這真的很重要 不管是你外來做什麼樣的事情 都不行亂 因為別人在亂的時候 如果你還是跟他亂的話 你會想不出來 現在的解決方式是什麼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就是 一定要用樂觀積極跟冷靜的方式 去處理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就說 Keep count and carry on 的意思就是這樣 那我現在來回歸告訴大家 就是我在大陸工作 跟台灣工作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大陸工作呢 比較神奇的地方是說 他給你的空間很大 就是老闆會給你的空間非常的大 然後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 就是下面的人 可能沒有辦法打到你 預期你想要的效果 譬如說我們那時候 因為我做的是兒童體系 我們那時候其實有開了一個 兒童專屬的一個快樂城這樣子 在鄭州 然後現在已經延伸到北京去 那事情是這樣子的 就是這個快樂城呢 他只給高端會員 什麼叫高端會員 就是一年是十萬人民幣存進去的 一年喔 十萬人民幣其實是很多了喔 然後他就等於說 就很像儲值一樣 就是你每次拍一次照片 他就幫你刷掉 一直幫你刷掉 像這樣子 那我那時候其實真的是 我一個人遇到像這樣子 因為我那時候去鄭州的時候 這個快樂城什麼都沒有 他只給了我一張室 就是你知道 就是空間室內的設計圖 然後你跟我講說 我跟你說 我未來這東西想要放什麼東西 放什麼東西 可是因為我不知道它要怎麼做 所以你一定要幫我想出來 我那時候想說 幹 開什麼玩笑 才剛落地你就跟我講這種事情 你搞錯啊 傻眼了 我心裡拿到咪咪咪咪咪 就做這麼大的事情這樣子 然後後來呢 我就等於說就是每天都有新鮮事 原因是因為你要從你的生活中間 去發現很多可以用到的地方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嗎 就其實有一陣子open 想像很紅 open很有一陣子 很像是紅 他不是還跳什麼帶動唱 最近還翻舞跳嗎 對 然後所以那時候想說 啊台灣的open 想像其實做得起來 在迪士尼裡面 是有那種人物相關性的 也做得起來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不然這樣子好了 我們把它做很像是 正宗的迪士尼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特別做兩隻本身的娃娃 他的吉祥物 然後我們還就是辦了很多 比如說幼教類相關性 就比如說請來買 應該想說來主持這些人的家長來這邊 然後我們幫你帶小孩 就等於說你把這錢交到我們公司 你其他事情都不用做 小孩要上課就在我們這邊上 所以他就其實有形成了像幼稚園的概念 然後我們還可以就是用專車送你的小孩回家裡這樣子 後來這個東西真的都很成功 可是我那時候遇到很大的困難是說 需要做帶動唱這件事情 你知道 但是呢 下面的人 那個娃娃就是很大 然後又很難穿 然後又很熱爆熱 然後我想說 這怎麼辦 就憋你我都已經是我在憋了 然後難不才還我下去跳嗎 我下去跳嗎 You crazy 然後後來沒有想到還真的是我下去跳嗎 不然 那顯現不出來那個效果 然後所以後來就是基本上 我在大陸的每件事情 真的都要自己親力親為 可是有一件事情我後來發現這樣子不行 就是 我太累了 就是我一個人要必須分身很多事情去做 可是這也是我的人生經驗 因為我那時候才發現說 啊 原來當主管真的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你要非常有效率的把你要達到的目標 交代給下面的人 請下面的人去幫你做 而不是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全部攬在身上 不然你真的會很辛苦 你會很想要死 你知道嗎 然後現在再講回來到台灣來 台灣的公關界基本上 就像我剛剛跟你們講 就是有創意是必須要有的 然後有熱情也是必須要有的 然後還有第3個我覺得最最最重要 就是一定要抗壓性 為什麼呢 因為公關跟創業跟在公司上面有點不一樣 是因為你剛好卡在中間 你是客戶對廠商的其中的窗口 你也是廠商對客戶的其中的窗口 你要一定要兩邊都要顧好 所以我們像之前前陣子 我們公司接了方科 順便跟大家講方科回來了 現在在統一版集有開櫃 總之就是前幾天就是 我們在幫方科寫新聞稿這件事情 可是方科一會有人就覺得說 欸開整玩笑我新聞稿裡面就是 我想要表達出來的產品特色 怎麼都沒有呢 然後這種時候你就必須要告訴方科說 欸新聞稿跟訊息稿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 那你就聽到方科在那邊 一直不停的轟炸 然後你還要告訴你的老闆說 欸不好意思喔 因為老闆也會問你說 欸方科總被你搞成這樣啊 人家那種老闆都把電話到我們這邊來了 有了沒有的 那你就要開始去告訴 用非常和平的角色 把你的淚水吞進去 把你的快樂貢獻出來 然後告訴方科說 你冷靜的聽我說了 什麼叫做訊息稿 什麼叫新聞稿 他們是有點不一樣的喔 但是我還是要努力幫你做到你要的 只是我們要多再一點點的改變 這樣子就好了 所以我會覺得在公關 話術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樣 然後再回到就是下一頁 比較重要的地方就是工商時間 就雖然說我沒有創業 但是我還是要告訴大家 就是艾莉兒本人呢 今年是1984年12月12號生 射手的O型 目前還是單身 所以如果大家有哥哥姐姐啊 表哥表弟啊 對本人有興趣的話 可以加入我的粉絲唱囉 謝謝大家喔 謝謝大家喔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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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